1965年,毛泽东接见了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加利,说到一件令他后悔的事情,就是1949年不应该把中华民国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后悔另起一个国号,让一个中国搞成了两个,如果49年不改名的话,就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问题等等。 意思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取代中华民国,而是直接用中华民国,会有更多的政治利益。 包含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在1991年6月,在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说,毛泽东最大遗憾是改了国号,如果他们还叫中华民国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也就是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同时,中华民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国际上,中华民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从1945年,联合国筹建之初,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四巨头,且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宣言的最初签署国。 也因为毛泽东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在联合国一直没办法取代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席位。 直到了1971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正式取得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席位。 所以,因为国号问题,新中国在国际上吃了不少苦头。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现成的好处可以减,那当初为什么要改呢? 1949年,在中共建国前夕讨论国号时,毛泽东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 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王中国。 新中国取代救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救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救国家。 虽然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耳熟能详, 但当初中共在国号问题上,明里暗里争吵不休。 当时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 于是,中共与各派团体救国号问题,进行了广泛协商。 讨论中,毛泽东提出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 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而不是王中国,是新中国取代救中国。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等革命同志创建的,共产党是反蒋,不反孙。 我们继续叫中华民国,大家认为被袁世凯污染,被蒋介石污染,大家不喜欢这个名字,想改。 可是又觉得,我们继续叫中华民国,对整个中国最有利。 毛泽东话一落完,朱德当即表示,反对。 我们党打了几十年的江山,今天夺得政权,成立新国家,用救国号不大好吧。 党内,军内都会有相当多的人想不通,以为我们换汤不换药,阻力会很大。 任毕时也反对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朱德与任毕时的意见,出于其本能,当时代表中共党内的大多数。 任说,我们确实不宜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容易在国内国外引起混乱, 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跟腐败的国民党旧政权,有什么区别? 北京政府,跟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 这一国号,只怕我们的最大友邻苏联,和史达林同志都难以接受。 对毛泽东的想法,中共党内外,负贺及回应者,遥遥无几。 党外名人仅有何相名负贺,但又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此时,刘少奇则师长顾忌,表面上看似在负贺毛泽东的立场,却又话中有话。 刘少奇说,我在基本同意主席的提议,同时建议把这事暂时搁一搁。 中央已经决定派我访问苏联,我也正好一起去征求一下史达林同志的看法。 这时,周恩来出来打圆场,说了一个两拳其美,又可以尊重到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提出,可以同时加个瓜糊,简称为中华民国。 党外的黄炎培、雷杰琼跟周恩来一致。 持保留简称的看法,采取的是折中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毛的意见。 不过,在新朝的拥戴者看来,以中华民国作为简称,总是觉得碍眼。 后来一位辛亥革命老人,和湘宁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含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其实值是一样的。 民国的民,就是人民。 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 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但毛的本意是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对使用中华民国为简称的做法,大概不会有多大兴趣。 而且,以毛泽东的为人,也不会仅仅安于这样一个简称。 最后,真正令毛泽东心动的是,这时有个浙江人,叫周善培。 他在旁边点了毛泽东一句,如果叫中华民国的话,毛主席你的地位,永远不会超过孙中山。 你只有改个国号,你才能做太祖高皇帝,意思就是开国皇帝永远不是你。 毛泽东一听,心动了。 对,应该要改国号,就改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16年后,毛泽东对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道报的记者透露了这个秘密。 人道报的记者问毛泽东,你有没有做错什么? 毛泽东说,当年不该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件事做错了,从法理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继承了中华民国。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案说得很清楚。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的席位上去消掉资格。 从1949年,国共内战即将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前的讨论,毛泽东虽然提出维持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最后仍坚持不住几亿。 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1971年,中共进入联合国,这之前也遇到多次的国号问题。 事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当年是面面俱到,获了悉尼,可我好后悔,后悔完矣。 当时为什么就没有力排众议,独裁一下,坚持使用中华民国这一国号呢? 不动一兵一卒,光一个国号,就使台湾的蒋某人成为了非法政权呢? 本来毛的本意,是要盗用中华民国国号,但这一次,却少有的听从了众言。 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做开国的太祖高皇帝呀。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感谢你的喜欢。